中共多架軍機 上午短暫進入台灣西南空域 遭國軍驅離 韓國瑜今天拍畢業照 並在臉書公告 不會提出罷免訴訟 香港反送中運動一週年 民政申請七一遊行 港人傍晚也再度上街 台積電敲定美國設廠計畫 董事長劉德茵點出三大優勢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板街 八點新聞